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捕 刘农军最终决定让兄弟们分头逃亡 缩小目标 可是三个一起盗宝的兄弟跟着他出生如此一场 总不能空手上路 经过商议 刘农军他们决定卖一件文物分钱 可当他将四万块钱摆到兄弟们面前时 却差点让兄弟们反目 这是卖文物的四万块钱 打个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件货明明卖了八万块钱 你拿四万块钱出来 干什么 打个要饭的呀 看到老大刘农军和老二刘静又吵起来了 老三文汽山赶紧打圆场 说是自己信任大哥的为人 又说是老三啊 就是一傻猫 你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是不是 我可不愿意吃这个要么贵 怎么着信任大哥 你是要我把所有的证据 都拿出来是吗 看到刘静不肯善罢甘休 刘农军只能把另外的四万块钱拿出来了 这下老三文汽山傻了眼 你记得 这天底下的事 除了你自己 谁都跟你相信 你不要跟着做 你哎你 鸣雅